见证 述说你的心事 怜悯此爱 你心事何光荡 你心事何光荡 被造成此下 心疯疯而悔 我一切有你身受 仿佛与美 你的心事何光荡 现在我舍你赦免 你赦免我从前 似我永平安 你的荣光 今安慰到你 日日将力 更赐我光明盼望 所有你的爱情 都属我 你心事何光荡 你心事何光荡 被造成此下 心疯疯而悔 我一切有你身受 仿佛与美 你的心事何光荡 现在我舍你赦免 你心事何光荡 你心事何光荡 被造成此下 心疯疯而悔 我一切有你身受 仿佛与美 我一切有你身受 仿佛与美 你的心事何光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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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面***六 fe 仗有你身G 对全身身见盼盆盼盼盼盼盆盼盼盼盼 何光荡 你的心人 可光荡 心值你平安 万知之主 我尽爱你 万知之主 我尽爱你 是的神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敬拜你 你信使何广大 我们不致消灭 乃是因为你诸多的慈爱和怜悯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一起来念菲利比诗 一起来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感谢主 你十字架上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荣耀归于父神 无不屈膝 祢感谢主 卑微顺服 舍命在十字上 谦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的意志因你变伤 无尽恩典我心甘愿 释迦的爱何等奇妙 照顾我所悄所想 洗尽我醉脱离无悔 穿上共一节白衣裳 释迦的爱何等奇妙 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带我出回天赋快冒 在永恒里我不停的唱 释迦的爱 千辈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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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卑微顺服 十字符 千辈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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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映的君王 和 mess creative 荣耀的君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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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上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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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荣耀 我中醉都喜情结 为靠列宣报 谢求主 求主使我靠世家 在彼佑生米水 浪泄有世家 白白此人喜醉 世子家 世子家 勇士我的荣耀 我中醉都喜情结 为道耶稣报 爱心我与主 我与主 同顶世家 和祂同藏同佛 今集独居主 我心 在世我活着 世子家 世子家 勇士我的荣耀 我中醉都喜情结 为道耶稣报 我与立志 我立志 不传别地 只传耶稣基督 我立志 不传别地 只传耶稣基督 在世我活着 我义尊肃 到底我们的荣耀 优秦 许我 祝福 那天 我愿意,我愿意,别无所谎,但花旧诸诗讲。 iss害我,自私 superb人,父是啊。 食自降,食自降,永世我的荣耀。 我壮罪都心情结 为你讨厌死保险 是主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因此在每个狂风暴雨里 我们要从你那里得着能力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定位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迷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轴囊里 每个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你故里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迷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荣耀高级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在这爱你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不放弃 每个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的故里 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荣耀高级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不放弃 思念守敌 却不被关注 心里作难 却不止失望 只战至尽 你哭出要成就 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思念守敌 却不被关注 心里作难 却不止失望 只战至尽 你哭出要成就 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荣耀高级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勇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 在这爱的路上里 我奔跑 我奔跑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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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爱的天父 你是慈悲的父 你是爱我们的父 你的恩典无穷伟大 你的威力也是无穷伟大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看到你创造的天地 你创造的我们人类 我们是多么有智慧 但是我们却用智慧 选择了不听你的话 主啊 谢谢你拯救我们 在十字架上 拆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 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的保血 来洗清我们的罪 主啊 我们都是罪人 我自己也是个罪人 主啊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主啊 也求你保守我们 特别求你圣灵今天带领我们 今天的敬拜 主啊 今天应该又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因为是你复活以后 主啊 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敬拜你的日子 这是伟大的主日 谢谢你带领我们到这里 谢谢你带领黄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主啊 求你的圣灵 现在就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准备好 倾听主的话语 更求你高黄牧师的口 主啊 借着他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让我们每天都能遵行 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整个敬拜的过程 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平静的 静下心来 专心的静心的来接受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整个 求你带领我们整个敬拜的过程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今天黄牧师又来到我们中间 太好了 他要给我们正道 正道的题目是冲出重围 他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五节 下面我们恭请黄牧师给我们正道 好 谢谢 那个现在来到你们中间非常容易啊 打开那个摄像头就可以了 今天我要介绍这位姐妹呢 叫做Johnny Erickson 她是1949年出生在马力兰州 是家里的妖女啊 所以备受宠爱了 她的父亲呢曾经代表美国摔跤队 参加1932年的奥运会 所以她一家人呢都很多运动细胞的 那那个Johnny Erickson也不例外啊 骑马啊 那个hiking啊 打网球啊 摇泳啊 那样样都行的 那但是1967年她17岁的时候 才是跳水的意外 她的第四到第五 那个颈椎骨折 以至肩部以下 完全瘫痪 在她康复的两年里面 她经历过愤怒了 沮丧了 想要自杀 怀疑她的信仰 她多次把她的电动轮椅啊 创上长臂 那个直到那个轮椅 尾坏掉 那但是有一批很好的朋友 那个愿意陪伴她 跟她一起读经祷告 当她读到 郭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 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经文说我 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神的话就安慰了她 她就不再抱怨 她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 求神接受这个苦难 让她成为别人的祝福 她学会用牙齿咬着那个画笔来画画 而且开始写作 那结果1974年电台 电视台就第一次访问她 1976年她就出版了自传 那个这个自传卖了五百万册 翻译成为三十八种文字 1979年她的市集就被搬上大萤幕 那同年呢她在洛杉矶就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这是Johnny and Friends 那专门关注那个张禅的人士 1982年呢她开始在电台广播还结了婚 那1986年呢她在荷兰一个国际性 那个给传道人的基督教营会 她向八千位与会者就介绍张禅的事工 1989年呢她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那个格里汉布达大会的上面 她向十万人做见证 那1991年呢她开始为张禅人士的家属举办一些营会 帮助他们那个怎么样克服家里有个张禅的人 那个的困难怎么照顾他们 到2000年她去访问中国大陆 就帮助鼓励中国要关注张禅人士 怎么样帮助他们的需要 那2006年她被那个当时美国的总统小布希 任命为美国国务院残食人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那2007年她领导的国际张禅中心在加州落成 而且开幕为全世界的张禅人士来服务 2010年她的组织就跟监狱合作 让囚犯可以参与修理旧的轮椅要送出去 她把那个旧的轮椅要求大家把那个不用的轮椅送给他们 把它修好就送出去 到2014年她的组织送出第10万部轮椅到非洲的加纳 2016年她的组织就出版了一本圣经 叫做超越苦难的圣经 大概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给人得到安慰 2017年她在轮椅上服侍主已经50年 到今天还没有退休 那期间她一面服侍 一面默默忍受着自己身体上的不息 常常有疼痛 还得过第三期的乳癌 到今天她已经写了40本书 要录集了好几张音乐的传记 我想这个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 其实人生的困难 苦难 其实不是一个难处 而常常是神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的机会 我们想想假如这个Johnny 没有得到这个意外 她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性 可能结婚生子 那不过就是这样去 但因为这个苦难 而她又愿意把这些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她的一生就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讲过这章的第七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这个宝贝就讲到主耶稣基督 以及他所成就大能的福音 我们的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就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 这个宝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难处 但怎么样才能让这宝贝的能力被发挥出来呢 第八到第十五节就解答了这个的问题 第一你不需要怕苦难 神容许我们经历苦难的 不然神就不会让我们面对苦难的 但难处是会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 和彰显神的荣耀的 这个2020年我们大家知道 这是很痛苦的一年 疫情啦居家令啦贸易战啦 种族冲突啦 国家与国家的撕裂 以及大选所带来美国人民的撕裂 连很多基督徒都被牵涉到里面 我的教有这种人 我相信你们教也有这种人 有一些人就非常拥护那个川普 有一些人是非常痛恨川普 这种环境也令很多人很压抑 一些人甚至得到肴抑郁症 但是难处压力对基督徒来讲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有难处我们才会依靠神 有难处才会经历神的作为 有压力才会有反压力 才能显出这个反压力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第七节说我们要的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的 如果难处不大压力不大的话 你自己就能够解决了 我们怎么知道神在做工呢 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了问题呢 或者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呢 我知道 像现在中华归族教会 最近都在讲主再来的信息 许多人都 其实我都稍微提过一些解析 许多人都喜欢听主再来的信息 但是我要问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听主再来的信息呢 你知道主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呢 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把主再来的信息记下来 因为当日的基督徒啊 接受到极大的逼迫 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他们渴望主耶稣早点来 就不需要面对世界上的苦难了 也有些人真理不是很清楚 他很思念他们的亲人 他十分的哀痛 这就是天下努力家的教会有一部分的人 以为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们 所以使徒就要告诉他们主要再来了 你不需要那么哀痛 你也不要那么怕苦难 让他们得到安慰 但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 可能不是啊 对大部分信徒来讲 我们面对的苦难 其实非常有限的 我没有见过几个信徒啊 因为受苦受到的地步啊 他说我巴不得主耶稣赶快来 让我早点去见主了 绝大多数我所认识的信徒 其实都很怕死 巴不在地上多活个几年 这跟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讲主再来的信息就有个好处 不过不是原先 这些经文被记下来的原因 就叫人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 我们一定要警醒的 我们也面对审判的 那时你没有预备好怎么办呢 雅默斯书第四章四十二节就说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啊 不过这个你不必等到主再来啊 才要迎见神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世界 你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世界的啊 我们一样是要迎见神的 到底你预备好了没有呢 其实苦难也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啊 神允许世上有苦难 就是要帮助我们警醒啊 因为世上就没有苦难 人在乐不世俗了 包括很多信徒也一样啊 他们并不想马上上天堂啊 其实他们活在地上也不失念上面的事啊 不会想到神托付给我们在世上的责任 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第一点要告诉大家 难处是没有那么可怕的 生病没有那么可怕的 美国经济出了问题也不可怕的 前途茫茫是没有那么可怕的 那些所谓LGBTQ 和他们的诉求没有那么可怕的 不管谁当总统这也不无所谓的 也不用怕伊斯兰教势力的增长的 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苦难会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 和彰显神的荣耀 难处越大 我们经历神的能力就会越大 神得到荣耀也会越大 所以第八到第九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世面受敌啊 却不被困住的 心理作难却不至于失望的 遭避破却不被丢弃的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的 你怕些什么呢 你们回想第一世纪的世界和当时的教会 今天所发生的事 那个时候通通都要 那时候根本就不能选择谁当执政者的 没有什么民主自由的 教会受更大的迫害的 随时会被人家抓去砍头的 到处是拜假神的庙宇了 一样有同性恋的 基督徒要传非呢 要没钱也没人也没有工具 但是基督徒就是 爱心叹气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上帝啊求你赶快让那个2020年过去 不 他们人人上马不怕死也不怕苦 传神的道福音就被传开了 一直到再没有可传之之物 传到西班牙再去就是跳海了 另外面都传到印度了 西马那亚山就在那挡住了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这明显是神的工作 神在做工不是人做出来的 今天神同样可以做工 神允许难处 因为难处才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 和彰显神的荣耀 神需要可用之人 你愿意肩负起 神所托付你我的使命 你愿意为福音买上自己吗 你愿意的话 你就能够经验神的能力冲破一切的困难 第二 我要讲怎么样才能经历神生命的大能 为什么我们不常看见神生命的大能 在我们的身上彰显 连传道人也没几个很有能力呢 为什么基督徒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影响呢 基督徒家庭都有很多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表现 并不特别的敬佩 或者特别的羡慕 以至他们又不愿意信我们的耶稣呢 那假如基督徒都能够发挥作用 传福音就不会那么困难 信主人多了 自然就会影响政府的政策 你就不需要担心那些多胎问题啊 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问题啊 一个男生可以用女生厕所的问题啊 而不能在教会祷告 不能在学校祷告这些这种问题 今天教会没有能力 基督徒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没有带着耶稣的死 把自己像个祭物一样 完全的摆上 甘心为了顺服神 完成神的旨意来使 好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 第十节说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经历神大能的秘诀很简单的 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你就不肯像酒一样甘心上十字架 你也不会经历耶稣的身 不会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 和耶稣福获的大能 什么叫做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第一 就是不怕为了顺服神 荣耀神 做出任何的牺牲 像主耶稣一样 就算上十字架 都顺服神的旨意 一个人家连命啊 都肯为主摆上的话 就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 你不肯舍弃为主来摆上 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 当真身体献上当真活气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 因为我们是神用他儿子的血 用重价所买来的 我们理当传人 为神来活 神要我们把什么交出来 我们就交出来 因为我们所有的 都是从神而来神给的 这没有一样是我们的 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 但是很多基督徒呢 连这个新知都没有 很怕 上帝把我们所拥有一些东西夺去 其实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你的 很多基督徒是 你赐福给我 听我的祷告 那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 如果你不赐福给我 不照我所求的来听我的祷告 我就不以你为神 这样你不过是在利用上帝 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其实从来没有把他当个神 第二 你要把你的个性喜好 通通通通也交出来 与主同时 一些人是愿意为主受苦的 甚至有些基督徒很可能是 觉得我受苦啊 就很光荣 但是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心去 不肯对付他的个性啊 这样的人 神也不会放心把这些大能 交给他 圣经的参孙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神给他操任的能力 那结果怎么样呢 他不肯改变他的个性 他不愿意改变他的喜好 结果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我就见过一个基督徒啊 他认为真诚的意识就是做自己 一天到晚说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他是教会的重要同工 竟然啊 预先来警告我 他说你不要叫我传福音啊 因为我不喜欢传福音的 你见过这种基督徒没有 啊 而他是教的重要同工啊 他的教里面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他信主多年个性完全没有改变的 人际关系当然就不会好了 在教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难处 第三啊 大家基督律师 意思是你要把你的己 就是把你的主权也交出来 把他置诸死地啊 耶稣上十字架 是放弃掉他的主权 圣经他与神同等的 却不以为常夺的 他完全听从父神的吩咐 为什么去分别善恶果 的后果会那么严重呢 不是因为一次没有听从神的命令 而是因为 亚当夏娃是希望 如神能知道善恶 那这样我 他们就能够摆脱神的权柄 什么都由自己做主啊 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悔改的意识啊 并不是把我们犯过的罪一条一条 认出来 而是把 始祖 犯罪 那个根本的原因翻转过来 我们为我们自己不肯顺服神来悔改 悔改那个字 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跟认罪确实有差别的 我们要为我们不顺服神悔改 把神该有的主权 重新来交还给他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说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被死的身上写明出来 当你甘心带着耶稣的死来活 心甘情愿过顺服神的生活 神就引领你走在他为你设计的路上 神不是个独裁者 他给你自由意志是要你心甘情愿跟随他的 他不会长坡你跟随他的 神要人长坡人跟随他 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 现在很多集团政府都用同样的办法的 你不听话吗很简单 你连出门都有问题 那上帝就更容易了 你不听话吗 那你呼吸都有问题 那你就赶快听话了 那神不会用这种方法 他让我们心甘情愿来跟随他 但我们心甘情愿 神就引你走在他为你设计 那条最美好的道路的上面 但这条路常常要为耶稣被交于实地 就是为了跟随耶稣高举耶稣传扬耶稣 走一条人看来牺牲十字架的道路 他这也是一条最奇妙蒙福的道路 你其实不会死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圣经 知道亚伯拉罕谢以撒的故事 亚伯拉罕谢以撒是准备以撒死的 结果以撒有没有死啊 没有对吗 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上帝 自主度外的时候 你不止会死 相反耶稣的生 他丰盛的生命和他福的大能 就在你这平凡的生命 平凡的身体里面写明出来 保罗就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 在郭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说自己 因为宣教曾经被下在监牢 常常冒死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 棍打了三次 石头打了一次 那次打的其实是按人来是已经死掉的了 船坏三次 掉在深海里面一朝一夜 遭遇过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他被犹太人攻击 犹太人攻击他 外邦人也逼迫他 在城里面就有城里的人攻击他 因为在旷野就有旷野的危险 在海里面当然去航行 当然有危险 还有假弟兄 教会内部也有人陷害他 不得睡不得吃 吃生露体 经常劳碌困苦 饥寒交迫 但神不要他死 他都死不了 所以你也不必那么担心什么疫情 前途 你如果把自己完全摆上 神就会保守你 你什么都不用怕的 保罗大有能力 不是因为他有学问 有口才 这都不是神用人的必要条件 保罗被讥讽 为言语出俗 其貌不扬 这样一个人 耶稣十二个门徒 大部分的渔夫 但他们都是能够被神所用 产生非常巨大影响力的人 因为神用人字 一个的条件 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 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他们的兴趣 个性 跟主权 完全来献一生 第三 我们与基督同时 也是 祝福别人 唯一的秘诀 前面一个 还没讲到这里 前面一个 第十月结束这样看来 使在我们身上发动 甚至在你们身上发动 你不是希望有更多人信主吗 生命得到改变吗 起码你会希望你的孩子的生命得到改变 你能够影响你的孩子 但你要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要让基督的死在你生命中发动 要让你自己先带着耶稣的死 第十二节 是连接上面的话 讲的死如何带来生 你带着耶稣的死 将耶稣生命的流落 但这节经文跟上面两节有一个地方 是不一样的 你注意的话 你会看到 上两节都说 要带着耶稣的死 在我们身上 的果效 但是呢 所以第十节说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十一节说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 在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那十二节说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异 所以我们带着耶稣的死 也不只帮助我们这个人 经历耶稣的丰盛生命 和符合的大能 也能够叫我们成为 传递主耶稣生命的媒介 祝福了别人 叫主耶稣的生命 在接触我们的人的身上 发动起来 发动那个字的英文 Energize 希腊文跟英文很多是差不多的 同一个字 就是激发出活力的意识 而且这个字是 就是 死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呢 那生也就会常常在别的生命里面 发动起来了 人虽然已经有神的生命 你要愿意使 才能让这个生命的能力 彰显出来的 美美的华人最关注自己的子女 很多人来美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但是我们常常觉得不能影响自己的子女 我们有很大的无力感 我们做主公也常常会觉得没有能力 不能影响别人 我们有最好的福音 但却无法 叫人相信 原因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 因为思想只能达到思想 心灵只能达到心灵 就是生命能够传递生命 我们不能光靠讲道理来传福音的 你要改变生命 祝福别人 你要与基督同时 而且天天与基督同时 这是唯一的方法 当我去伯克莱 墓会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放下这些专业 那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值不值得这样做呢 我需不需要这样做呢 这不是我舍不得我的专业 不是我舍不得我赚的钱 这个在我进大学 那一年就通通解决了 我十二岁信主的 吃了一个灵命 相当不错的教会 所以我一信主就知道 要把自己一切献给神 神就一件一件光照 我为自己保留的东西 起初确实有一些挣扎 慢慢就顺服了 其实那么年轻 自己也没有拥有些什么 现在看起来都是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比如说那个神会告诉我说 你怎么一天到晚看五色小说 应该把这个喜好奉献给我 那我就不再看五色小说了 你为什么喜欢看电影啊 你把看电影那个喜好奉献给我 不要再看电影可以吗 那我就不再看电影了 到进大学的时候 大概也没有什么我是不肯献给神的 但是当我得到大学录取之后 但是在香港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大概十个中学生 只有一个能够进大学 那天暑假我就读到以赛亚书 读到第六章第八节 经文说 那个地方神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忽然我就有个感动 这句话不是对以赛亚讲的 对我讲的 那我怎么回应呢 我就发现我什么都可以给上帝 唯独放弃学业做传道我不敢了 因为对一个18岁不能自立的青年 这是很可怕的 何况我的父亲非常反对我信耶稣 而我就遗传的父亲的个性 也是非常冲动 很容易生气 很有反应这种人 所以有一次我跟爸爸冲动到 冲突到的地步 他拿着菜刀要把我看死了 那所以假如我去做件事呢 就会闹出家庭大悲剧 那这个我不敢 我祷告了整个暑假 最后终于向神投降 就对神说 只要这个是你所要的 我就给你死就死吧 所以呢 那个曾灵发牧师啊 那个时候就巴不得把我 造为他的学生 我也准备去的了 第二天灵修的上帝说 你是要回去读书吧 我现在还要暂时不要你 所以我从来都不怕把自己整个人奉献神 不过我是会计算代价 我是会计算到底有什么好处 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 我就问自己我在专业上一样可以侍奉神啊 一样侍奉主要国效啊 而且我专业传分更容易教人信主啊 那我如何衡量我专职 牧养教会对神的国有更大的贡献呢 于是我就问神我应该怎么样衡量我的侍奉呢 是教的人数增多吗 是很多人欣向我的讲道 听完就鼓掌吗 是改个教堂吗 我就知道这通通都不是 最后我得到一个答案 神要接受我改变多少的生命 这个才是真的 一个人信主 是一种生命的改变 一个不爱主的人 爱主在生命的改变 一个冲突的婚姻变成个很和谐相爱的婚姻 是生命的改变 一个人为了好处来信耶稣 把自己最后把自己献给神 这种生命的改变 但这个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得到的 很多人以为我学了某个方法 就可以去很有效的服侍上帝 这就是错误的思想 叫生命能够影响生命 生命能够改变生命 但你不让神接着你 你不肯死 你不让神接着你 改变你的生命 你就不能改变别人的生命 你一切的服侍都是土人 那许多人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不肯 而是做不到 那这也是我年轻时候 困惑了很多年 的一个问题 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立志为善 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我很愿意跟随主 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了 那我心有余而立不足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听见很多人都说 我要钉死自己 不过钉来钉去都死不掉了 特别我们听了一场很兴奋的 讲道 好像唐冲冲讲道一样 钉来钉去 自己就是不死 人是无法自己钉自己的 你可能可以把你的脚钉住 甚至可以把你一只手钉住 最后一手你怎么钉呢 其实神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钉自己 我们是与主同钉十字架 这些事件已经发生过的事 保罗说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罗马书第六章就说 我们在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经历与基督同死呢 不是去把自己钉死 来接着信心 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 实现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把自己连接到主耶稣的死跟福活的上面 那比如说你是某个大富翁的儿子 很不幸呢在那个很小的时候 有一只人走丢了 便在剪掉就卖去一个农村做了人家的养子 那你长大之后 依稀知道你不是这家人的儿子 而且家人对你很不好 有一天你看报纸 看到一个大富翁 丢了一个儿子的新闻 你说我假若是这个大富翁的儿子就好了 我想用什么办法可以成为一个大富翁的儿子呢 你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的 假如你不适合大富翁的儿子 但假如有一天施加惊叹来了 原来大富翁呢很想念那个丢掉的儿子 一直找人去寻找查访 最后被他找出来 原来就是你 那你就不必再去想办法 我怎么样做这个大富翁的儿子 你相信就可以了吗 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儿子嘛 叫你不是他的儿子 你什么努力都没有用的 那叫你是他的儿子 你相信就可以 所以你要与主同时 是个相信的问题 你凭着信心接受神为你已经做成的事 神就能够在你生命里面做工 最后我讲很简单的一点 荣神依人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十五节说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惠因人多 岳法加征 感谢恶坏显多 以至荣耀归于神 一个为自己活的人 是不可能从神得着生命的大能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十五节说 凡事都是为你们 保罗不是为自己的 是好叫恩惠因人多 岳法加征感谢 格外显多 以至荣耀归于神 保罗看重的是 郭林多教的信徒得恩惠 而且因着他的生命被改变 感谢格外显多 就能够叫神得荣耀 一个为自己活的人 你不要想从神领受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好处 不神令氏 不神不爱你 是因为神爱你 所以不敢多给你 多给你一定出问题 如果你孩子很喜欢吃糖果 而且是无法控制自己的 没有节制的吃糖果 你敢把最好的巧克力 一盒一盒送给他吗 你越不想吃糖果 那个父母就会越送你多一点糖果 你越与基督同时 越不怕跟随主 越顺服神的旨意 神才能大大赐福于你 赐福你的工作 让你工作 在你工作的地方要见证 赐福你的家庭 家庭要见证 赐福你的服侍 要得人无余 更加来荣耀神 所以我要说科技 这个疫情的一切的难处 绑不住我们的 我们可以冲破这些困难 更能荣耀上帝 不管科技怎么发达 社交软件如何方便 其实都不能解决 人缺乏爱的问题 人渴望交流 渴望得到真爱 这些社交软件 好像满足了 人一些需要 以前没有人肯听他说话 现在就可以自己弄个朋友圈 随便发发牢骚 所以就那么多人就去用这个 但是真的有人看吗 你也随便拉黑 你更受伤害 什么地方叫真爱的 神哪里才有真爱 人怎么能感受到神的爱呢 你跟我把神的爱传递出去 怎么样才能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呢 你要走主耶稣走过的道路 常常带着耶稣的事 为了荣耀上帝 我什么都愿意拜上 什么都可以牺牲 让人家感受到神的爱 你都不怕任何人生挑战 而且越活 你的生命越丰盛 越活 越多得到上帝的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求你今天教导我们 带着耶稣的事的功课 我们知道表面看来 好像很怕人 要像耶稣一样 面向十字架 连上十字架都不怕的 我们为这圣父神 可以把一切都摆上的 但是这个是得着生命大能 经验丰盛生命唯一的方法 是神里很奇妙的方法 我们为这圣上感谢祂内 但愿今天的信息 感动了很多弟兄姐妹 帮助了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从来仰望你 求圣灵做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我们的主 借着黄牧师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 这是十字架的信息 是让我们自愿放弃自己权力的信息 是让我们跟着主 真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信息 如果你现在可以 请在家里 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在美主彼 在美神父上自身里 我们 我们一起地主祷告 准备接受祝福 我们次爱的天父 感谢你每天的带领 每天的感动 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在这末世 在这主最需要我们去传飞音的时候 让我们献上自己 也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脾气性格 尤其是自己 我自己也是要献上自己 而我们的脾气性格 有些不符合神旨意的 不符合神工作的脾气性格要改掉 主要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被神使用 合适被神使用 也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身体的线上和金钱的线上 主要我们即将带着这个信息 今天的鼓励 今天的感动 继续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愿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圣徒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永远远 Amen 各位请坐 莫道以后 以此问安 谢谢您的感动 黃牧師,看見黃師母 黃師母看見了 黃牧師好 黃牧師好,師母好 最後一段沒問題吧,我的手機快沒電了 很好,都沒問題,都很好 我很怕那個宗族斷掉 很好 謝謝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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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生師母好 黃牧師,蘇生,你好 你好,蘇生,蘇生 哈囉 你好吧,你的臉色非常好 我們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好 很高興看到紅芸細母 高興看到你,我們一個顏色衣服 終於看到了 謝謝,謝謝 謝謝你 蘇生,大家好 大家好 蘇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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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你好,蘇生,好 蘇生,好 你好 蘇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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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星成 Peter 看著 Peter 看起來像又不像 蘇生,好 蘇生,好 蘇生,各位 帶著2個 你好 你好 蘇生,好 黃牧師,謝謝黃牧師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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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很棒, 好,大家好, 還有葡規方, 在哪? 葡規方,在哪? 葡規方,我們先, 祝母, 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你,今天的少少不在, 好嗎? 謝謝 我要幫你再弄嗎? 11點半 主日學 大家準備好 Aster 要放大家去 要放在廁所之內 謝謝 感謝快樂 感謝我們 週三晚上有聚會嗎? 15分鐘 大家睡覺 拜拜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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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黃牧師 拜拜 謝謝黃牧師 謝謝黃牧師 受激烈的清醒 你好 我要禮服了 OK 你好 我要禮服了 黃牧師師母好